此时夜晨跟着江星儿飞到了千珠界的世界中央 千珠界大部分地方都笼罩在阴霾与仗记之中 一片昏暗 但这中央之地却是仙气喷勃 瑕彩千条 红泥滚滚冲天 气象非常磅礴 只见一片仙山大月连绵千里 其中飞鹤流云 鲜兽奔走 灵气丰沛 生机盎然 夜晨深呼吸了一口气 顿觉心旷神怡 赞道 好一座仙山洞府 这座洞府灵气一则果然是十分丰沛 夜晨还感受到了一丝无无能量的波动 显然 这座洞府曾经的主人绝对是来自无无世界 修为极其强悍 蒋心儿道 这地方是我牵猪界的禁地 如果不是师父的命令 没人敢靠近 这洞府里的灵气一则 吸收一分就少了一分 恢复极其艰难 你进去修炼后要注意节制 要是吞噬灵气太多 伤损了地脉根基 我第一个赶你出去 他的雨声有点冷酷 其实并不欢迎夜晨这个外人 夜晨点点头道 放心 我会注意分寸 说完夜晨便遇风飞落下去 降落到一座灵山的山巅上 取出沉袭封建 盘袭而坐 运转血脉 开始进入修炼状态 周围的天地灵气便一缕缕地往夜晨的体内涌去 夜晨就好像是一个漩涡一般 将周围的天地灵气都迅速吸引了进来 而这般吸收并没有涉及地脉的灵气根基 并没有伤损地脉 江星儿健壮也是点点头 暗暗低谷 这家伙也算他聪明 没有太过狂妄 他见周围的天地灵气都被夜晨吸收掉了 自己只好飞到另一座山峰上 也默默盘膝坐下修炼 刚开始的时候 江星儿还在暗中监视夜晨 生怕他会有什么破坏的动作 但渐渐地江星儿也沉浸到修炼的状态之中 甚至到了忘我的地步 也顾不得夜晨了 这座新山洞府里的灵气十分浓郁 而且蕴含着无无能量 甚至还有一丝远古大能的意志遗则 对修炼增益非常之大 夜晨默默地盘坐着 在周围天地灵气的滋养下 他的头脑也是前所未有的清醒 对苍天成岩的剑法领悟 进一步加深了 很好 若是能在此地修炼下去 等太上功德战开始 我的实力必可再次突破 夜晨心中暗息 不断琢磨着苍天成岩的剑法精髓 正感悟修炼间 夜晨忽然听到虚空之中 传出一道若有若无的声音 那声音微弱如梦翼 但渐渐地变变地清晰 传入夜晨耳朵里 夜晨听清楚了 是有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低沉地呼唤着 请问 阁下是轮回之主吗 夜晨听听这声音 莫名地感到头皮有点发麻 仿佛听到了神魔的低语 心中诞生出一股 不可名状的筋部 好在他道心坚韧 瞬间就清醒过来 恢复冷静 睁开眼睛 扫视着周围虚空 沉声道 是谁 那声音沉默了一下 接着道 我是谁 你来便知道 你可否下来一句 夜晨仔细辨认 听到这声音 似乎是从山崖下传来的 心里很是好奇 不知这声音的主人 到底是谁 他有点迟疑 不知对方 是善是恶 正迟疑间 夜晨又忽然感到 轮回墓地的震动 荒老的身影 居然飘了出来 荒老 夜晨有些惊讶地 叫了一声 倒没想到 荒老会现身 就算是之前 阎行天 邀请荒老喝酒 他都不曾出现过 荒老听到那声音 显露出了一丝惊奇 你难道 难道是他 夜晨道 荒老 你知道这声音是谁 荒老神色凝重 好像是感到 有些不敢相信 小子 你下去看看 那背后之人 很可能是一位 古老大能 修为相比 巅峰时期的我 可能也不会 逊色万分 夜晨一阵吃惊 要知道 荒老可是曾经的 万界主宰 是超越了 阎行天的 绝对强者 曾经的阎行天 是天下第一高手 神天界的界王 但他目睹 荒老的崛起 也要退位 避让锋芒 可见荒老的恐怖 而现在荒老却说 那声音背后的主人 很可能不逊色于他 夜晨顿时 生起了浓浓的兴趣 也很想知道 那声音背后的主人 到底是谁 他当即从山崖上 跃下 沿着声音 发出的地方寻去 另一座山头上 江星尔完全 沉浸在修炼的世界里 没留意到夜晨的去向 他并不担心夜晨 会有异样的举动 毕竟这里是千珠界 任何居心叵测的 破坏举动 都会触动天机 无所遁形 夜晨沿着的声音 很快在板山腰中 寻到了一个山洞 他猫着身子 钻入山洞之中 只见这个山洞 到处都是挖掘 和搬运的痕迹 什么东西都没有 夜晨心想 这山洞里面 以前可能有什么 远古宝贝 但想来都被 千珠界的人拿走了 这片仙山洞府 灵气一则如此丰沛 远离人肯定不会错过 任何一个角落 夜晨估计 整个仙山洞府 都被远离人 绝地三尺 搜寻了千百遍 不可能会有 什么宝贝遗漏 这山洞 就是最好的见证 外人想要简陋 那是万万不可能 轮回之主 你来了 山洞之中 又传出了那苍老的声音 夜晨环顾四周 却没捕捉到 什么异样的气息 惊疑不定地问道 前辈 你在哪里 那声音道 我在画中 你近来一句 画 哪里有画 夜晨却是愕然 因为他看遍周围 除了山石尘土 杂草藤万上 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 这山洞里有价值 没价值的东西 都被千珠界翻空了 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 别说是画了 那声音道 在你面前 是一幅壁画 看到了吗 你进来 入界咒语是 传了夜晨一段 简短的咒语 夜晨仔细一看 果然就看到 前面的山壁上 有一幅古老的壁画 被杂草遮掩着 壁画上水汽湿润 因岁月沧桑 年代太过久远 壁画颜色早已经退去 变得无比暗淡 如果不是仔细查看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 夜晨扯开杂草 摸了摸壁画上的风灰 只见这幅壁画 绘画着一幕朝拜祭祀的场面 有许许多多的信徒 在膜拜着一轮烈日 那不是普通的烈日 看形状似乎是天地金轮 夜晨看到无数信徒 膜拜天地金轮的场景 心里更是狐疑和惊讶 难道说 那声音背后的主人 也像荒唠这般 是散身俗的人吗 那声音催促道 进来吧 你身上带着我的神物 必然是我的有缘人 夜晨听到这话 心中一阵错愕 下意识地看了看 腰间挂着的陈西风剑 心想 难道这声音背后 就是陈西之风的主人 虚风领祖吗 他听阎行天说过 陈西之风最早属于一个叫 虚风领祖的远古大能 后来虚风领祖被陀地古神击败 陈西之风也被夺走 最终传承到神天界 如今兜兜转转 陈西之风在夜晨手中 似乎有种冥冥中的命术 在推动一切一般 夜晨心里在瞬息之间 闪过了无数念头 而后在壁画前轻轻地念诵 那神秘声音传授的入界咒语 咒语刚刚念落 夜晨就感到 壁画似乎扭曲起来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上面散发出来 隐生生地将它的躯体 拖入壁画世界里去 夜晨打醒精神 全神戒备着 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他来到了一片 无比荒凉的世界 这片荒凉世界 到处都是风沙 没有任何生命的存在 也没有丝毫天地灵气的波动 一片死寂 在漫天的风沙里 夜晨看到一个颤巍巍的老者 衣衫褴褛 浑身伤痕 拖着拐杖 从远处的沙丘上 一步步地走过来 轮回之主 你终于来了 那老者一副 行将旧墓的模样 已是风筑残年 而且身上旧伤遍布 满是皱纹的脸庞上 又到处是刀剑的伤疤 模样丑陋而猙獰 嗓音也非常地沧桑 轮回墓地之中 荒老见到这个老者 顿时声音一沉道 果然是的 昔日散神族的顶级大能 徐丰领祖 想不到今日 竟磨损沦落至此 语气充满了委婉 与遗憾 叶臣听到荒老的话 心下震惊 这个老者 果然便是传说中的 虚风领祖 前辈 你就是虚风领祖吗 叶臣向那老者 一拱手问道 你居然认得我 那老者颇为意外 随后又笑道 是我的弟子南宫灵告诉你的吧 叶臣一时间没反应过了 下意识地问 南宫灵是谁 老者道 便是丹青界 丹青先宗的宗主 他那一身山水墨化的神通 都是我传授的 叶臣顿时醒悟过来 惊奇之色更甚 丹青先宗精通山水墨化的神通 能以笔墨演化万千气象 只是叶臣没有想到 原来这些神通 是源自这个老者 那丹青先宗的宗主 更是这位老者的徒弟 前辈 你的身份 并非丹青先宗告知 而是 叶臣犹豫着 要不要说出荒老的名字 体内轮回墓地 却已经震荡起来 荒老身影飘出 浩瀚的威严激荡虚空 声音带着一丝沧桑与冷漠道 是我告诉他的 那老者见到荒老 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呆了一待 随后喃喃道 黄自在 居然是你 他上下打量着荒老 语声唏嘘 想不到昔日荒族的天才 今日竟磨损衰老至此 和我一样都成了老头子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